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款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从今天开始 我想再给您讲一套新的课程 什么内容 看我的标题 Type Script的课程 为什么要给您讲解这套课程 因为前一段时间 我曾经做过一个ES2015的课程 那个也是JavaScript的新的规范 对不对 不过咱们如果在实际项目中 想用ES2015进行开发的话 其实是需要很多中间的转换器 或说编译器才能够实现 而且非常的麻烦 那么既然ES2015的规范很好 但是又麻烦的话 有没有一个替代它 而且使用更加简便的方法 有 什么方法 就是咱们现在看到的Type Script 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再开套课程 给您讲解一下Type Script 而且基于Type Script 这种语言的现成的框架非常的多 您可以开发客户端 可以开发服务器端 甚至可以开发手机的应用 都是没有问题 好 既然它这么强大 我就觉得应该做一套课程 给您讲解一下 好 那咱们从今天开始 就讲解这套课程 那咱们首先 先看一下我这个课程的概要 首先说 什么是Type Script 我这有一个定义 我给您念一下 Type Script 对吧 它是一种由微软 Microsoft公司开发的 自由 而且开源的编程语言 它是Java Script的一个超级 而且本质上 是像Java Script这种语言里面 添加了静态类型 和面向对象的编程 很重要 Java Script 其实好用 非常的好用 它动态的属性 感觉这种语言 非常的灵活 对不对 但是它的弱类型 也导致代码的可读性 变得很差 而且呢 在编译时 并不能够找到程序的问题 其实咱们用C++ 或者说用C 用VB 好处在哪里 其中一点就是编译时 能够发现咱们的好多的错误 可是咱们用JS 就不能够完成这些功能 那么Type Script 就给咱们提供了 类似的功能 所以说 所以说 明年准备发行的VUE3.0 以前说 尤大神就说 他说 我想基于ES2015进行开发 我不用Type Script 结果 他明年的3.0 就准备框架在Type Script的基础之上 也就是说 尤大神也向Type Script低头了 既然这么说 咱们真的应该好好地学一下 这门语言 同样 如果说我不用VUE 我用Angular行不行 我用React行不行 同样 Type Script完全的支持 好 咱们先看一下 Type Script的官网 吹了半天 咱们先看看 它的官网是个什么样子 大家请看 网有点慢 好 今天晚上 可能网 我是晚上都做这个视频 可能晚上 网有点慢 大家请看 这个是Type Script的官网 这里面有非常详细的 关于Type Script的一些信息 一般咱们要学这个语言 一定要经常访问这个官网 报它这个官方视频 咱们都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应该比较老 是去年的视频 这个我都看过了 OK 这个官网 咱们要记住 然后 这个地方 咱们要顺便看一下 叫什么 Quick Start 这个Quick Start 一般指的什么吧 指的是这门语言该怎么使用 不 在这个网站的Quick Start 是说这个Type Script 都有哪些现成的框架可以使用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点击 好 现在之后 大家请看 我用TS Type Script 可以开发React Facebook的框架 没有问题吧 Angela Google框架 同时还能开发 Node.js的服务器端的程序 没有问题 然后 巴贝尔 这个字不必说 巴贝尔主要是把 最新的Java Script的规范 翻译成 相对版本较老的Java Script的规范 然后React Active 这个和这个React是一回事 只不过是一个是编网站 一个是编手机应用 但是 我跟您说 不要使用React Native 为什么 因为 因为不好用 因为不好用 好 接下来 大家请看 VUE也能支持 包括这个微信小程序 也能够支持 还有这个ASP.9的Core核心 也可以支持 所以说 既然它能干这么多事 而且还有没写的 比如说这个Ionic 它把手机 Habbit应用的 也可以使用Type Script进行开发 换句话说 如果您想学 或者说您想作为 全战工程师的话 从现在开始 不用Java Script 而用Type Script 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OK 接下来 还有一个网站 什么网站 Github 为什么 因为我刚跟您说了 Type Script是开源的一门语言 对不对 那么它把这个Source放在什么地方 微软把这个Source放在了Github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Go 好 大家请看 这个就是它的官网 大家请看 Star数是41073 非常非常多 一般超过三四万 一般超过三万 这个项目您都可以关注 或者说可以去了解它 所以说有兴趣朋友 可以从这个地方 去下载它的原代码 自己手工编译试着看 OK 回到咱们的课件 然后我跟您说一下 我这道课程 准备使用TS的哪个版本 最新的版本 应该是3.1.6 那么我就准备用这个版本 当然 我在做这个课程的过程当中 如果它出现了3.1.7 3.1.8 没关系 咱们随时升级 随时使用 咱们一直使用最新的版本 OK 接下来 我知道课程 您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基础知识 我觉得 如果您学过JavaScript的编程的话 有它的基础是最好 如果说没有 没关系 以前您可能是没有看过 我的ES2015的课程 如果没看过了 推荐您看一下 如果您说不愿意看 就直接看我这套TS的课程 也没关系 我会把这些知识也都讲到 请您放心 不用看我的其他课程 光看这套课程也足够了 OK 接下来 开发工具 用什么 老生常谈的问题 手推VS Code 我就用VS Code 然后VS Studio 社区版2017 没有问题 现在好像都出2019了 用它开发更大的便捷 但是用社区版有个问题 就是安装非常的花时间 而且咱就想开发一个TS 需要装几个G 甚至十几G的应用程序的话 我估计您有点不划算 另外EMEdit等等 这种文本编辑器 也是非常的推荐的 OK 反正我这套课程用的是VS Code 也强力推荐给您 好 接下来 这是老朋友常谈的问题 视频个话 我今后还是 每个视频只包括一个知识点 一个视频控制在5到10分钟 给您全力讲解一个知识点 然后我的原代码 也会放到开源中国的服务器 您可以下载 而且是这样 就是说以前我做过VUE 做Cotlin 做过等等的视频 首先说我的视频通通都是免费的 放到这个优酷 YouTube 包括B站 如果您要是在哪个网站看到我的视频 如果它是收费的话 它一定是违法的 这个您可以告诉我 或者说您可以直接向那个平台进行举报 因为我的视频都是免费的 然后下面是我的官网 您通过我的官网 能够获得最新的信息 OK 以上就是今天TypeScript的课程的第一期 想说的话有很多 咱们在今后课程慢慢说吧 好 那这第一期就这样 咱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